我跟你講來到台南 要介紹風雲坊 一定要來到國華街的 國華街名店 我知道 拜託 你當然知道 國華街這個地方 我們也很多很多朋友了 嗨 哈囉... 你好 美食節目來到這邊 收視率一定就往上飆了 掰 爸 我跟你們說 這裡的位置特別怪 白癡啦 這裡啊 不是啦 我的位置... 嗨... 哈囉... 聲音還是好好喔 你好... 沒有... 泥土蕭仰 新人... 來... 來國華街就是要來拍這個啊 我跟你講小雪米粉很有名沒錯 這老店的 我要帶你去一家 我跟你講這一家 這幾年串紅的 如果是賣海的話 它是第一名 如果賣路上飛的 它是第一名 那如果賣生呢 我是第一名 賣生 你可能沒有人會點 這個啊 賣雞啦 賣雞肉的 我要吃那個L雞腿 八兩雞嗎 是我們的招牌喔 你看好可愛喔 八兩雞是不是 好可愛喔 我要八兩雞 還有... 因為照那個Round Down上 還要點香酥小雞塊 香酥小雞塊 OK... OK...謝謝... 這是他帶我來的店 謝謝余儀 你腦子到底都裝什麼 我好好奇喔 為什麼五分鐘前才講的事情 可以馬上就忘記 我要剖開來看一下 腦袋都在做 我幫你剖喔 上次去蹭啊 是空的 沒什麼重量耶 只有骨頭的重量而已 裡面是空的 台南當航炸子雞 最近位於中西區國華間的炸雞 不得了囉 可以在小吃一集戰區裡生存 並且越開越多間的分店 就連平日生意也很好 每日限量出爐的炸雞賣光光 到底有多好吃的炸雞 讓在地人也甘願來排隊咧 真的不油耶 超炸的 救命啊 它超級飽滿的對不對 一般來說 如果是這種炸的那種雞腿 你看喔 它紙上面應該都是油 實在還好耶 沒有很多油耶 真的耶 而且人家說它上面的油 是它的純雞油 它們的皮是走一個薄皮路線的 我想看它到底 來... 這邊... 肉汁... 好吃 好吃 脆的 好脆 可是它脆中還有帶雞汁 雞汁在裡面 然後我好喜歡它上面撒的那個 胡椒粉 但它胡椒味道沒有很重 它是很多甘草的香味 怎樣...肉怎樣 它很像濕潤的肉抓 它這個用壓力這樣炸完之後 它裡面的水分是瞬間鎖在裡面 所以咬下去的時候 肉已經熟了 那雞肉的那個甜味也被鎖在裡面 咬下去的時候 雞汁全部都在裡面 這皮薄得可以透光啊 店家運用壓力鍋 低溫高壓的特性鎖住肉汁 表皮再用胡椒和中藥才調味 大口咬下 鮮甜的雞汁在嘴裡炸開 太好吃了 我們來吃它的香酥小雞塊 超嫩耶 吃得出是雞胸肉 但你在咀嚼的過程裡面 會一直覺得有一種 它是雞腿肉的錯覺 而且即使是像旁邊這邊 比較乾的地方喔 它吃起來都很嫩 香酥小雞塊是店家的人氣品項 適合和朋友家人一起分食 新鮮又彈嫩的雞肉 讓人忍不住一口接一口 越吃越刷除呀 老闆再來也分 來...馬鈴薯 它的皮很像什麼 它的皮很像我們在吃葡萄 那個皮有沒有 在你嘴巴裡面你咬破之後 那個皮的那種感覺 就葡萄皮那種感覺 我覺得更像是你在吃鮭魚卵 它裡面那個馬鈴薯的味道 很濃很濃 這個超級天然的 而且它沒有任何的佐料在上面 它就是實實在在 拿一顆馬鈴薯下去炸 整顆紅皮馬鈴薯放進壓力鍋 將一整顆馬鈴薯的新鮮原封糊 保留下來 香甜又軟綿的口感 讓人愛不釋手 加一點鹽調味也很可口喔 另外還有店家用自製辣醬 醃製的辣翅 吃不完八兩雞 也可以選擇比較小的三兩腿 太開心了 我口袋名單又多了一間 厲害的炸雞點 接下來要去什麼名店咧